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兰 我今年呢,已经是38.58岁了 一直是单身未婚 没有谈过男朋友的我 现在马上就快40岁了 身边的人呢,也都结婚生孩子了 很多呢,二婚三胎都上小学了 我呢,现在没有对象 真的是急得头发全都白了 就在今年,我一瞬间就老了10岁 因为我就想不明白 每到凌晨三点,我也还是失眠 我就在想,为什么我失眠的人 结婚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我用尽所有的办法,就是嫁不出去 思来想去,对我的打击也是非常的大 因为我也想不明白,人生这么苦短 我再不抓紧时间 我这辈子真的是要玩完了 今天我回村里 去求萝卜和白菜 结果呢,在我们村上今天赶集嘛 赶集就是有很多卖一些 什么酥饼啊,瓜子啊 乱七八糟,馅一馅酷啊 你知道吗 然后赶集的时候呢,我就看好了一个小伙 然后他正好是卖这个三炸的 我买了二星三炸,然后跟他一老客才知道他也是个单身 而且他是我们隔壁村人,那你说跟我是不是挺般配,是不是也挺哇塞 然后跟他一聊天才知道他今年33岁 那你说我38岁 33年8等于5 擦5岁,是不是也挺好 我觉得真的很不错 后来呢,因为我说实话,我觉得我怎么讲呢 就是说跟城里人没法比 但是我觉得比上不足,比上有余 主要是个人,你要觉得知足 你说幸福是什么,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快乐 只要知足,那这就是幸福 我呢,家里不是有房吗 然后我也有那个小菜园 然后我就跟他介绍了一下我的个人情况 我说啊,在家里头我有两种菜地 中的白菜,萝卜,土豆的 然后还有葡萄 咱俩就是我跟你讲 就是啥都有 冬天那个菜一倍上 放那个地窖子里 这一冬天上都有菜吃 而且跟我在一块儿 我不用你做饭 我不用你做饭 就是你跟我在一起结婚之后 我就把你当爷一样供着 我给你做饭 我给你做红烧土豆片 给你做上海英菜国保佑 我给你洗衣服,洗裤衩 洗臭袜子 这些都不是事,知道吗 就是爱情这个东西 我就是让你感受一道什么呢 感受一道温暖 感受一道温暖 我的意思就是说让他上我家一块生活 我家是三间大碗房 咱就是一间到外无地做饭的 咱就是再弄一间放萝卜,白菜土豆的的 再弄一间就是卧室 三间大碗房 你就说这生活多哇塞 我就跟他谈,我说这意思就是说 毕竟我比他大五岁 跟我在一块生活 我可能让他生活的比较 什么讲的就开心呗 咱虽然不能让你每天吃什么龙虾呀 什么玩意呢 但是咱最起码让你开心快乐 让你感受一道 就回家有一种被 那种供上来的感觉啊 就特别被重视 你知道吧 就是有一种一家之主 特别有那种爷们气派 这点我都是能给你保证的 而且我这个人呢 不抽烟不喝酒 不打麻将不跳光上舞 我就是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你就说我这样的人 是不是也挺哇塞 我现在的缺点就是一点 岁数太大 但是这个事呢 我真是没法改变 我也没有必要骗人 我十四九四 我就是这么大岁数 我没招吧 我没招 我要是能年轻二十岁 那我跟你讲 那追求我的小伙子 那就是排长队 现在确实 身材也走样了 脸上折的也多了 头发也白了 岁数也大了 真的是长得也不太像 以前那么哇塞的 说说讲什么呢 就是讲 就是说如果他愿意 到上面女婿 跟我们在一起生活的话 那真的 我会对他非常非常的好 没想到我这么样 诚心诚意 这么好的调节 摆在他的面前 拒绝了 思学给我拒绝了 其实他不说理由 我也知道是什么理由 就是嫌我年龄太大 哎呀 错过了 错过了一个 给他洗衣做饭的 好女孩 真的 你说你嫌我岁数大 年龄只是一个数字 并不能代表所有 并不能代表所有